嗨,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Sani 今天要报告一个好消息 就是有一个东西突然大跳水了,直接吃了蟹药 看完今天的视频,你就知道为什么它崩盘了天下大击 作为长期跟踪阳光的观众,一定已经有人猜到答案了 那猜到的观众,请不要在评论区剧透哦 没有跟踪的,新来的观众,不妨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吧 上周的视频,我做了一些技术上面的改动 原来是想鼓倒鼓倒,换一些不同的风格 但是发现有的观众喜欢,有的观众不喜欢 综合考虑之下,我决定还是恢复原来的风格 阳光财经一直以来都是轻松愉快的格调 牛市来了当鼓吹手,熊市来了做做心灵马杀鸡 这也是大部分观众的需求 毕竟大家都知道,股市少有长青数 水平再高,也难以做到长期正确 想靠100%准确率在YouTube生存,是不可能的 股平存在的价值呢,我的理解吧 就像是个救生圈,会游泳的,不会游泳的 总得在岸上准备一个救生圈,这样比较有安全感 当股市暴跌的时候,看看阳光也亏了 心里面有点安慰,大家互相鼓励,抱团取暖 也是股平的价值 原来我预测到纳斯达克走出了头肩顶形态之后 会跌到11400点 标普也会走完类似头肩顶图形 因为在我的经验中,头肩顶的成功率远远高于双重顶 圆顶之类的形态 所以我敢于在头肩顶形成的时候 也就是8月26日就从看涨改为看空 现在纳斯达克在本周已经摸到11471点 离预测的下跌目标非常接近了 接下来美股有很大的可能进行助敌反弹 在我看来,反弹有这么几个理由 先说标普指数,首先是最小亮度跌幅基本完成 空方能量宣泄的差不多了,会修整一下 在6月底大盘筑底以来形成了一个底部区间 如图中的黑色宽宽 当大盘回落到巨型的上边缘时候 会有一个支撑力量存在 在这个位置只跌反弹 全连只跌反弹的结构没有改变 只要标普3102以来的底部形态能够不被破坏 未来就还是有反弹的空间 换句话说,一旦3100点被急跌破坏 将是一场新的危机来临 如果你平时看图有点感觉的话 当你看到这个黑色宽宽 就会觉得心里有点底了 纳斯达克指数图形不够强势 离今年最低点不远 有可能形成埃略特波浪理论里的二浪调整 根据埃略特波浪理论 二浪最低点不应该低于一浪开始的点 也就是10,565点 假设纳指在短期内止跌 形成新的反弹趋势 那么接下来很可能是三浪上升浪 埃略特波浪理论认为 三浪的涨幅可观会高于一浪 如果美联储政策配合 那就有可能导致纳斯达克三浪上涨 那么9月议席会议 美联储会救市 还是会砸盘呢 今天原油突然大跳水 WTI西德克萨斯原油跌破85美元 跌了4%以上 基本上把今年2月份以后上涨的部分全部抹去 回到年初的油价了 布伦特原油和迪拜原油也出现了4%左右的跌幅 我们说原油跌一天不是什么事 关键它是跌破了支撑 整个就是一个破位走势 后面很大可能是能源和运输成本将不再构成通胀的主要威胁 剩下的影响通胀的因素 就是食品价格 房租之类的这些上涨因素 如果把通胀比作敌军 那敌军三元大将已经损失一元了 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美股投资者的好消息啊 话说回来 原油为什么突然跌这么厉害呢 诶 这事又和中国有关 大家记得吗 在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 全球大lockdown 需求没有了 当时油价跌成了负数 买油还倒贴储油罐子的钱 封锁会导致油价下跌 已经得到历史的证实 今天原油跌破位 主要还是因为中国的封城政策没有改变 对未来的经济形势 大家还是感觉到很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需求萎缩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 中国8月份进口原油比去年同期减少9.4% 去年8月它进口原油4453.1万吨 今年呢 只进口了4035万吨 成品油下降的更多了 降的35.4% OPEC PLUS在星期一通过了每天减产10万桶的决定 最后油价还是跌了 减产的原因可能有这两个吧 一个是想通过降低产量来抬高价格 另一个是需求不足 挖太多了 卖不出去也不行啊 但是这10万桶的减产占比还是很小的 对油价的提振很有限 反而暴露了单前因为经济不好 需求不足的弱点 原油下跌 还有一个不易察觉的原因 就是原油的价格是用美元来表示的 而目前正是美元强盛的时候 其他非美货币要买原油 你得先换成美元 结果一换就感觉 哎呦这油更贵了 说简单一点 就是油价涨 美元也涨 你用人民币去买 就是两头盔 两头盔造成买家不爽 也导致了需求下降 还有一个导致原油需求下降的因素是加息 不止美国加息 发达国家除日本之外 基本上都在加息 国际买家购买原油 如果用到贸易融资 要负责财务成本提高了 上面说到的种种原因 导致原油这次破位下跌 基本上结束了它的牛市行情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不会构成通货膨胀的主力因素 然而美国房租仍然在上升 8月份美国一居市公寓上涨0.3% 两居市涨了0.6% 在美国平均租一个房间1233美元 租两个房间1493美元 大都市的房租 那就更刺眼了 从长期来看 房价还有涨有跌 长期上涨 这样一个趋势 而房租简直就是稳定上涨 从来不跌的 实际上房租的上升是和平均收入高度相关 所以房租上涨的速度稳定缓慢 风险可控 总体上看 鲍威尔要看的数据 我提前都给他看好了 通胀即将放缓 但是呢 这些国家的决策部门 可不像我们这么认真啊 去看这个48小时的油价 他们只会看过时的上个月的CPI 或者是7月份的PCE 所以今天加拿大央行加期75个基点 上次加拿大加100个点 美国加75 这次加拿大加了75 美国将会加多少呢 另一个能源相关的消息是欧盟天然气限价问题 欧盟将对俄罗斯天然气设定价格上限 建立俄罗斯天然气的单一买家 进行价格谈判 在西方经济学当中 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时 价格和销量达到最优化 这时如果设定一个比市场价低的价格上限 看起来价格是变低了 优优独播官司即将在10月17日审判 判 接下来的一个月 可能会有一些爆料足见出来 这个案件的金额在历史上排不上前几名 史上最大的并购案是1999年Voltafone并购案 2028亿美元 前十名的都上千亿 历史上这种大型收购往往是公司收购公司 马斯克这笔收购啊 他是个人收购 钱是没钱 全是找特斯拉股东出 他需要钱呢就去卖股票 所以作为股东应该是不喜欢他的这笔并购 这个官司涉及两家知名上市公司 案件的进展对推特的股价影响大 对特斯拉影响小一点 但是涉及的人群更多 审判在即最近有什么新的消息吗 马斯克会不会输了官司 继续抛售特斯拉呢 首先马斯克已经在7月出售股票套现70亿左右 准备输官司的时候用钱 可见他自己也是觉得胜算不大 马斯克放弃收购的律师声明当中 是以机器人垃圾账号超过5% 与推特的信息披露不符为理由 在老马看来 正义指收购合同是因为推特的误导性乘数 而取得合同的定例 所以他想撤销合同 事实是 不管Facebook还是推特 社交媒体里面有大量的机器人账号 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连YouTube都有啊 比如我总是能发现 有那么几个冒牌我的头像的账号 在评论区下面回复观众进行诈骗 这些账号通通是垃圾账号 没有人愿意为这些有害的账号买单 那么推特是如何披露自己的机器人账号呢 在这只股票的估值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数据是MDAU 中文全称叫做可货币化每日活跃用户数 这个用户数是能点击广告的用户数 是平台变现价值的所在 这个数字涨则股价涨 这个数字跌则股价看空 但是推特自己在财报当中也说了 这个MDAU是基于合理估计 二季度虚假或垃圾账户的平均数量 不到本季度MDAU的5% 我们对虚假账户的估计 可能并不能准确的代表 此类账户的实际数量 其实际数量可能比我们估计的要高 因此MDAU的计算 可能不能准确反映使用 我们平台的实际人数的数量 大家注意到没有 推特的信息披露当中 频繁用到了估计这个词 5%也是估计的 不精确 而且也说得很清楚了 实际可能更高 这个数据不会很准确的 举个浅显的例子来说吧 推特先生卖一栋独立屋 事先声明说 我这个房子的屋顶 可能住进了5只松鼠 但是也说不准 因为松鼠跑来跑去的 还会生小松鼠 你要买就买 价格44万 马先生说 好吧 你这房子我买了 签合同化压 过了几天 还没交房呢 马先生说 不行啊 你房顶阁楼里的松鼠可不止5只 你以欺诈了手段订立合同 我不买了 更搞笑的是 一则消息表明 马斯克为了避免旅行合同 居然告诉推特说 要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我买你这个房子 我亏大了 事情是这样的 昨天在特拉华州法院的听证会上 推特递交了一条马斯克发来的短信 大意是说 嗨老兄 咱们的这交易能不能缓一缓 普京要讲话了 如果我们正在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我收购你的推特意义就不大了 就这 你说扯不扯 哎呦 这官司啊 大概是要输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